6月29日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坍塌公寓大楼的搜救行动进入第6天 至少有11人死亡 另外有150人失踪 恐怕已经死亡 这座有40年历史的高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坍塌成一堆 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调查的注意力集中在2018年工程师报告中描述的结构缺陷上 迈阿密戴德县县长丹尼尔·莱文卡瓦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除了在大片废墟下搜寻遇难者的最新进展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 上周这座包含156套单元的大楼突然坍塌 随着从废墟中救出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当局表示仍然有可能找到幸存者 我一直在在那里面上找到很多人的远远 我能够到很多人的远远 我能够到处理和到处理和处理 和处理和处理和处理 在一些努力所所做的 我们已经做到很多天 我认为很多人都在看来 与那些人都在看来 我们都在看来 很多天都在看来 很多天都在问 是否有希望 或是否会 或是否会 我看来 我看来 像是一位 敲人群 冲公司 你也不小心遇到你真正有的 追求 我认为这个所在发生